我们今天继续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后半部分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门徒在争论天国里面谁做大谁做小 耶稣更正了他们的天国观念 告诉他们要回转像小孩子那样 要谦卑顺服你才符合天国的要求 然后他又警告门徒不要绊倒弟兄 绊倒别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接下去的经文 耶稣继续上一节课没有讲完的内容 他来教导门徒为什么不要绊倒别人 怎样才算是绊倒别人 我们先来读经 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他们的死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这里信息很明显 绊倒别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轻看 轻看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骄傲 而且骄傲是我们心中最难去除的罪 所以神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因为他们的死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 关于天使在希伯来书里面 他有比较具体的描述 他说天使岂不都是福育的灵 奉猜浅为那将要传授救恩的人效力吗 神猜浅天使是为得救的人服务 而这些得救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 人的价值高低 不在乎他年纪大小 地位尊贵 或者学识的高低 跟财富也没有关系 每一个普通的信徒 无论他多么的微不足道 他都有一个天使在为他服役 并且在天上代表他常见天父的面 这个就有点关于灵界了 天使是服役的灵 关于灵界的信息 其实我们人了解的非常有限 这已经超出了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范围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不着边际的想象 进入到教会 特别是东正教 就有很多关于灵界的想象 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 我们要拿捏好这个度 既然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的一切 那我们也要谨守神为我们设立的边界 我们要非常警惕人类自己加添上去的内容 我们怎么分辨呢 那只能锁得圣经 并且靠圣灵的带领 他接着说 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这里世上的人 他原来的意思是指迷途者 他的原文是指迷途者 你可以指偏行几路 失去方向的 迷失在世界和罪恶之中的那些天国的子民 就是指信徒 在这一节经文 在路加福音里面 他有平行的经文 他是这么说的 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敬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文士私下一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通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到呢 表面上粗粗一看 好像这两段经文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仔细的解读 那你就会发现是不一样的 首先他说话的对象不一样 马太福音里面 他是对门徒说 但是路加福音里面 你看上下文 是法利塞人和文士在议论他 耶稣就用比喻说 所以这里显然他的听众 他的群体要大一些 甚至包括法利塞人和文士 但是你再仔细读 你会发现耶稣讲的内容 他也是不一样的 马太福音里面 他是寻找迷途的羊 他告诉门徒 天父关心所有的羊 因为他们走迷了路 所以耶稣作为好牧人 他要关心每一个羊的属灵生命 但是路加福音里面是什么 是寻找失去的羊 因为法利塞人当时在谴责 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 所以耶稣就用比喻告诉他们 因为在罪人中间 也有属于天父的羊 所以他的责任是要把这些羊去找回来 由此可见 两部不同的福音书 看起来好像是记载同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有细微的差别 说明了耶稣基督的两大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在罪人中间 寻找失去的羊 以及在神的羊群里面 要保守羊 不走迷路 他既寻找也带领 他既拣选也保守 所以主耶稣是好牧人 我们是他的羊 他不只拯救我们 他而且保守我们到底 他不会失去任何一个真正悔改的信徒 理清了这两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差别 我们就能够理解下面的内容 下面说若是早早了 我是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不愿意这小子里撕上一个 如果没有路加福音的解释 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 就会心里很不平衡 那些乖乖的羊没有走失 但是看起来神并不在乎 那个不乖的羊 跑偏的羊 神却那么喜欢 把九十九只都扔掉了 去找那只小羊 人就会非常的不高兴 就非常像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 那里面那个大儿子 看到父亲对待小儿子那么好 他心里可难受了 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主耶稣不是说看重这一只羊过于其他九十九只羊 而是说他为一只羊都不思上而心满意足 也就是说他所有的羊他都得保守 他都得拯救 这个是关于信仰共同体的得救 是整体的得救 所以出于这个原则 我们每一个人对别人的信仰状态都有责任 这个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 一个人犯罪就好比整体犯罪 以色列人整个族他经常要受到惩罚 就是因为一个人干了坏事 比如说雅干一个人犯罪 以色列人在攻打艾成的时候就跟着倒霉 他们就要打败仗 所以出于这样的原因 天赋就重视每一个羊 那既然天赋重视每一个羊 我们就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 这个就是逻辑恋 天赋拯救的人 我们不能使人跌倒 我们要接纳他们 要爱他们 因为神知道我们是嫉妒纷争骄傲的 所以神给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警告 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那九十九只羊中的一个 所以心里会非常的不平衡 好像觉得神太偏爱了 太偏心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神那里没有公平不公平 他是制度的制定者 而且神他没有将迷思的那种羊的禁语给我 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 谁愿于空捞捞的去迷思呢 对吧 迷思的羊他所经历的事情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神更在意那些迷思的羊 而要为自己没有迷思而感到欢喜 但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你以为你是九十九只中的一个啊 但事实上你就是那只迷思的羊 所以我们自我感觉千万不要太好了 既然我们对弟兄姐妹的信仰状态都有责任 接下去的经文呢 就是讲在教会里我们如何面对迷思的羊 如何在信仰共同体里面相处 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弟兄肯定就是指主的门徒啊 得了你的弟兄就是指弟兄从罪里挽回过来啊 把弟兄从罪里面挽回 就是照着天父的样子去找那只走迷的羊 这种牧者般的关怀和所谓的那些批评指责 就是具有破坏性的批评和指责 这个两者之间是有巨大的区别的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沟通的方法 你是出于爱的批评 你就一定会顾及对方的感受 你就会私下去沟通啊 作为耶稣的门徒呢 我们有责任去帮助弟兄 得罪你这三个字呢 他也限制了我们的责任范围 就是说这个弟兄的错误必须和我有关 你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啊 当事人啥事情都没有 你在旁边急得不行了 那比如说一个弟兄 对另外一个弟兄讲了一个笑话 听的人倒没觉得啥啊 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你在旁边呢 觉得这个笑话不合适 你就跑去指责 这个不正确啊 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管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但是呢 人很容易以这一句话作为上方宝剑 真的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 以为只要自己不高兴了 就可以随意的去指责别人 因为他得罪了我 对吧 但是耶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基督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对吧 要我们舍己 所以呢 自己的感觉肯定不是判断事前的标准 在这一段经文中 耶稣要我们关心的是 弟兄因犯罪而落在危险中 而不是他的罪对我个人的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解读呢 我们先把它放一放啊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解释这个问题 接下去呢 他说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拯救迷途羔羊的方法论 我们先私下沟通 如果不听呢 就带上一两个见证人 一方面说明 这个不是我单方面的意见啊 是大家都有的相同的看法 另外呢 当万一你们事情要上教到教会的时候 教会就可以凭两三个见证人 来决定这一件事情 这个是符合旧约生命纪第十九章里面 记载的意思原则 教会是信徒之间有纷争的时候 是最后的挽回机会啊 如果教会全体的力量 依然不能帮助这位犯错的弟兄 那么他已经堕落到完全属肉体的地步 那如果教会的话他都不听 那他到底有没有信主呢 这个就很可疑啊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就是 不要再和他来往 叫他自觉羞愧 在天沙罗尼加后书里面 他是这么说啊 但是呢 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弟兄 你就要把他当做 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样去看待 那我们就又回到起点了啊 对待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是怎么办的 信徒应该有的态度就是 爱人如己 我们要将福音的真理 向他们宣讲 为了福音的缘故和他们接触 但是呢 不要和他们在世俗的事物上 有太多的往来和交通 免得我们受到他们的影响 接下去呢 耶稣用一句话 重复了教会的权柄 这一句话呢 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里说过 这个时候呢 他又重复了一遍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句话给教会将人逐出教会 一个理论依据啊 教会是一群被神选招的人 他们承认神的权柄 也接受神权柄的管理 并且呢 也活在神的权柄之下 因此神就能够使用他们 做神权柄的出口 人如果自己不首先接受神的权柄 就不能够执行神的权柄 教会的权柄 不是像地上的政权那样 去管辖人的身体 而是执行天上的旨意 宣告属灵的释放和捆绑 所以呢凡教会所定罪的 或者赦免的 也就是主所定罪或者赦免的 也就是说我们地上的标准 和天上的标准是一样的 但是对比这一段经文 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 曾经说到过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句话 重复了一遍对吧 那其实不是啊 圣经真的没有一句话 是无意义的重复 在十六章里面 他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他用的是你啊 是单数 在这一段里呢 他用的是你们 所以很明显啊 教会的权柄是属于全体会众的 责任呢也是全会众的 耶稣在这里呢 他就将权力进一步的下放 人人皆祭司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对别人的灵魂得救都有责任 这个就和前面的信息对应起来了 我们不能绊倒别人 我们对别人的灵魂拯救有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权柄和天上是一致的 所以在十六章里呢 耶稣讲的是教会的权柄 因为他是对彼得说的 对吧 那么在第十八章里 耶稣讲的是信徒的责任 因为他是对所有的门徒讲的 讲完了权柄呢 耶稣接着讲地上的教会 如何才能行使天上的权柄 就是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耶稣将他赐给人的方法论 从属士的手段推向属灵的高度 当你们两三个人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要用祷告连接耶稣 要奉耶稣的名去求天父 天父就能够让事情成就 耶稣答应常与他们同在 要保证他们同心祷告 你要知道这种祷告是大有果效的 我们按照上下的来理解 前面刚刚在讲怎么样对待弟兄 要叫上一两个人找他去谈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要为犯罪的弟兄祷告 人的悔改的心是圣灵的工作 人自己只会顾自己贱 只会强词夺理 是圣灵让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我们在劝戒弟兄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奉主的名祷告才是最好的方法 圣灵会动功 然后他说无论到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一句话他就把祷告的原则 应用在更广泛的范围 本来是在讲如何挽救犯罪的弟兄 在这里他就推广到基督徒 普世的方法论 听到耶稣说当弟兄得罪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这么做这么做 感觉教会的权柄好大 那彼得就很兴奋 对吧 但是耶稣前面说过要饶恕人 那按照犹太拉比的传统建议 饶恕弟兄最高可以达到三四次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 四不过三 但彼得觉得当弟兄得罪我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叫上一两个弟兄 找他去谈话呢 对吧 哥等这一天很久了 他很期待那个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个权柄 耶稣许诺给他的 他还没用过呢 对吧 所以彼得很着急 他就问我饶恕七次可不可以 言下之意呢 就是第八次歌就可以找他谈谈了 但是主耶稣却说要七十个七次 这个意思就是完完全全 没有限度啊 这个很好理解 神赦免了我们的罪 对吧 他也不再纪念我们从前所犯的罪迁 我们饶恕别人呢 也不应该再纪念他们的过错 饶恕人 但是心里却有本小账本啊 记得饶恕了几次 说明你还是耿耿于怀的 并没有忘记啊 这个不是真正的饶恕 真正的饶恕是你根本不会去计算啊 需要注意的是耶稣说的七十个七 这个宽数啊 这个数字呢 在旧约里面出现过一次 就是当年拉麦夸口啊 他要多次的报复 在《创世纪》的第十章里面 他提到过七和七十七这两个数字啊 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 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所以这里对比的看啊 报复和宽恕 这个就是非常强烈的对比 耶稣的这个原则呢 是对罪人心态彻底的翻转 我们罪人只想到报复啊 只想到解恨 但是呢 耶稣说你要无限的宽恕 因为神已经宽恕了我们 为了帮助彼得更好地理解这一段话呢 耶稣又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 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 要和他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 主啊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这里说的一千万银子 他的原文呢 是指一万他连得 一万呢 是希腊数字中最大的数 他表达最大的数 他连得呢 是当时最高的币值单位 每一个他连得 相当于罗马的银币 应该是六千个 所以呢 这个人总共欠的价值是多少 是六千万个银币 那当时普通工人 一天的工资是一个银币啊 是一钱银子 所以他不吃不喝 六千万天 他才能够还清这笔债 这个人他还说 将来我都要还清 要不就是这个人数学不太好 要不就是这个人实在太无知啊 根本不可能 他根本不可能还清 所以我们也是啊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 神赦免我们的是怎么样性质的罪啊 这个仆人其实他并没有还清的力量 就好比西乃三夏 当时以色列人也是对神说 你把律法告诉我们 我们必定遵守 所以看到没有 人吹牛都是不打草稿的啊 结果呢 这个刚刚门赦免的人 他一转身看到他的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就赶紧掐着人家的脖子 要别人还钱 那十两银子其实还是能还清的啊 只是需要时间 他自己欠别人还不清的钱啊 但是他得了赦免 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他的同伴呢 向他请求 说的话是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这句话和他像他的主人请求 一模一样的啊 是同一个句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人啊 看不见自己对神的亏欠 只看见别人对自己的亏欠 罪人只会以公义的原则 去对付别人啊 要把他下在尖里啊 这个所谓的欠债还钱 人要承担责任 但是呢 他却不肯以恩典的原则 去饶恕别人 哪怕他自己刚刚被恩典对待 所以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啊 我们的所有的公义 都是装在手电筒里 都是拿来造别人的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个人 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所以门天父白白赦免的天国子民 我们应当是从心里饶恕 得罪自己的弟兄 因为主已经用恩典对待了我们 所以我们也当以恩典对待别人 这个理由很简单啊 按照等价原则嘛 如果我们以公义的原则对待别人 那我们的天父也会要用公义的原则来要求我们 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满足神的要求 对吧 所以恩典是神拯救我们的唯一方式 原谅也是我们回应神的唯一方式 这种饶恕是要从心里饶恕 不是口头和外表的饶恕 我们千万不要像彼得那样 一边原谅一边还弄个小账本 记着到底几次 耶稣他用非常普遍的民间借贷的事情 他来做比喻 将饶恕的限度放到了无限大 我们饶恕别人的原因呢 也不是因为自己气量大 也不是因为自己的高尚 而是因为神已经先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这种饶恕是不存在任何的道德优越感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天上的原则呢 和地上的原则也是一样的 因为天上和地上都是神的秩序 都是神的创造 他的标准在天上在地上都不会改变 按照神公义的原则 我们都要灭亡 对吧 在那个创世纪里就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福音是建立在恩典之上 所以我们也要在地上行出神的恩典 而基督徒呢 就是门招做这些恩典的管道 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句话啊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然后接下去呢 是一连串的方法论 对吧 这个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得罪 不是指对我个人的得罪 不是利益上的得罪 也不是我个人感觉上的得罪 而是弟兄在属灵生活上的犯罪 这个弟兄虽然他在我的身上 做了一些不好的触犯我的事情 但是他这个错 不是对我个人造成影响 而是影响他得救 如果影响他得救 那么这个就影响信仰共同体合一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本着爱的缘故 向他说诚实话 对个人的冲突和得罪呢 前面已经说了一大串了 我们要饶恕 要七十个七次 我们对个人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要秉着神告诫我们的最高原则 要选择饶恕 但是阻碍弟兄得救的犯罪 我们不能放过 我们要在饶恕的前提下 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要为了弟兄的好处去劝勉他 这个是处理教会内部分争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是为了弟兄的好处 是出于爱 所以爱是最高的方法论 彼得前书里面他是这么说 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一句话最好的解释呢 就在人类两次世界大战上得到体现 一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法国损失惨重 对吧 所以法国人民怀着对德国的刻骨仇恨 战胜国拟定了凡尔赛条约 那关于这个凡尔赛条约的苛刻程度 我就不做重复了 大家网上可以去搜一下 总之一句话 就是伸冤报仇 而且呢要严重的削弱德国 就不让他们翻身啊 不给他们崛起的机会 省得他们卷土重来 所以呢 在凡尔赛条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割地啊 割了20%的地 还要赔偿 巨额的战争赔偿 还要削弱他们的军事啊 还要限制他们的供应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啊 这种限制和赔偿呢 激起了德国民众内心的绝望情绪和仇恨 他们看不到未来了嘛 所以这种情绪后来被纳粹成功的利用 成为引发二战的精神力量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二战失败的时候 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啊 他们是用马歇尔计划 帮助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德国 重新站立起来 他们不仅在马歇尔计划里面 有很多很多具体的实施的一些政策啊 他们也体现了宽恕 体现了爱 而且他们在民增上 他们的援助也是非常具体的 这种具体的援助 他就获得了德国民众巨大的好感 当时的美国飞机啊 越过封锁线 给德国民众空头生活用品啊 这个照片上就是 这飞机飞得很低啊 所以被这种爱感动的德国民众啊 就在一场公开的审判之下 彻底悔改 他们彻底认识到自己的民族的错误 所以我们看到正是这种爱的包容 催生了二战以后强大的德国 不过到后来我们看到德国走向另一个极端啊 越来越左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始终要记住啊 现在的美国人已经不是二战时候的美国人 现在的德国人呢 也不是当初的德国人 我们只有大家都遵循神的公义的原则来相爱 互相扶持 人类才能够有和平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是大家都高举人的善行啊 我们的善行里面已经没有神的公义了 我们放弃了神 我们离弃了神 我们当然也离弃了神的公义 那么当我们离开神高举人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有更大的灾难在等待我们 没有福音的爱只会激发人的伪善 不会成就神的义 更不可能有救赎的力量 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啊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圣灵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基督里